新北市树林区光新街的居民 昨天下午频频听到 边坡土石发出奇怪的声响 没想到不到20分钟 这整片挡土墙跟大量泥沙 就瞬间崩塌 直接吞没了下方泥宅的厨房 受害的屋主还原检检过程 当时他前脚才离开住家 下一秒土石就崩过下来 真的是生死于瞬间 鞠躬所研判是挡土墙老旧 加上近期地震好雨不断 土石松动才会发生意外 目前正在全力修复 但是周遭有440户的居民 都还无水可用 也让他们抱怨连连 大量土石从破裂的挡土墙 缝隙不断喷溅 下一秒针片墙伴随大量泥沙 瞬间坍塌扬起大量沙尘 更吞没下方泥宅的厨房 私立逃生的居民吓到精神尖叫 17号下午树林区光新街 接触挡土墙崩塌 面积至少有17平 下方警铃整排泥宅 一共三户八人连夜撤离 工程人员也漏夜抢修 隔了一夜 手排屋主干回家查看修复进度 因为水量变大 然后有怪声音 我就马上打给里长 里长就马上过来 然后我们就趕快出来外面 他就整个夸下来 大家都吓死了 那种生死于瞬间 所以我讲说老天爷有保佑我 看看这大片土石 把铁皮屋统统吞没 要是人待在里头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但其他居民透露 这两三天路面就有裂缝 也听到挡土墙发出怪声 很快走 然后大家爬起来之后一分钟 然后就 整片墙真的没有夸张 不容易 没洗 没人吃 土石坍塌不仅拖几名宅建筑 跟酿成水管破裂 周遭四百四十户通通停水 去公所预计两日内修复 但居民日常起居已经大受影响 前阵子大雨加上地震 酿成土石松动 老旧挡土墙承受不住重量发生意外 居民只希望修复工程 可以彻底稳固边坡 不让土石吞噬民宅 这恐怖画面再上演 接下来我们当时会 新北市采访报道